等會我們要去個農場 有另外兩個台灣年輕人 自己跑來上海種草莓 我叫廖子萱 我來自台灣台北 目前在上海做鄉村振興 以及農產品供應店的部分 來上海已經八年 到上海來 其實是因為在台灣認識了農民 知道一些農地在發生的事情 知道整個消費環境會影響到一些什麼 進而想要改變一些 在一層又一層的想法堆疊之下 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需要更多的資金或者資源 我才有能量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 上海很像國際間的貿易操作模式了 打板啊 裝箱啊 篩果啊 整個所有的水果的供應鏈的操作模式 就講本來就是有點 類似在國際間的狀態了 而且上海更容易接觸到 海外的市場對接的一個跳板 鄉村之所以重要 因為它離地是最近的 農地它最接地氣 年輕人他們其實對這種事情很有興趣 不只我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很多大陸年輕人 有加入鄉村振興的行列 我每次回台灣交流的時候 有很多台灣年輕人想要投入鄉村振興的行業 所以如果他們要開始走到 接觸到全世界或什麼 我覺得大陸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位置 讓他們可以更容易地 投文投種的方式去溝通去學習 兩岸的青年 它的優勢是不一樣的 台灣可能更多是 它的創造力 大陸這邊是對於商業化的角度 它比台灣年輕人強更多 所以兩邊的結合是剛好是非常互補 就可以走得更遠 所以我覺得鄉村振興是兩岸青年結合 發展一個非常好的項目 所以現在的我更多在做這件事情